第四百七十集 我要呕吐 别鬼叫 呕吐就吐在头套里 关江州不想吐在头套里 强忍难受劲 小车接连转了几个急弯 随即又猛地往上窜 怕再也忍不住 胸腹中翻江倒海 吐在头套里 樊勇觉得有些恶心 伸手想要揭开头套 秦东江按着樊勇的手摇了摇头 另一辆越野车内 侯大帝五手和江克阳 正在讨论案情 抓住关江州 这是一次重要突破 但是抓到了人 却依然没有掌握 关江州进入房间 杀害徐静的证据 如何突破关江州的心理防线 这是一个大问题 老客 你分析分析 为什么查不到安眠药的来源 原因很多 查不到很正常 关江州这个花花公子是废物 和他的爸爸哥哥姐姐相比 就是草帮 他在江州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人 弄到这种进口安眠药 肯定是从出国的朋友圈里拿到的 他拿安眠药的过程 应该会留下痕迹 我和张国祥聊过这事 他派了一个小组 追查安眠药的来源 没有结果 张国祥是一把好手 再加上外出内袭的当麻烦 他们找不到来源 肯定原因 张国祥基本弄清楚了 关江州的出国圈子 在出国圈子里 有两人近期与关江州打过电话 这两人皆否认使用过安眠药 海关系录中 没有查到这两人 带安眠药回国的单子 费尽周折抓住了关江州 如果舍不下来 那就太遗憾了 关江州从小就没有吃过什么苦 意志力薄弱 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我们就用泰山之势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攻破其心灵 让其彻底崩溃 这种泰山之势 用得好 那就有效果 如果被关江州熬过去了 那就惨了 再神就难了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 关江州做案用的工具 是胶带 手套和安眠药 他虽不可能 是将胶带和手套丢弃了 无法追回 现场没有留下 与关江州相关联的任何证据 关江州在亭上翻供的可能性极大 特别是考虑到 欺负关百权这个特殊因素 必须要做好 应对全省最好的行变律师的准备 一方面是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 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链 劳客太慎重了 没有考虑过关江州是笨蛋 我们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 让关江州产生错觉 关江州好吃懒错 意志薄弱 只要我们设计好审讯预案 应该能够迅速拿下 我同意吴雪的看法 精心设计审讯方案 突破关江州的心理防线 说话时 侯大利紧锁双眉 思考着如何打好这一仗 时常面对疑难案件 侯大利额头有了淡淡的穿刺纹 在思考问题时 就变得特别明显 双白的两鬓和额头的穿刺纹 成了侯大利面部的重要特征 少年和青年时的面部特征 由父母赋予 过了青年 面部特征 就由生活经历和基因 共同塑造 侯大利从年龄来说 仍是青年 可是生活经历 在其面容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锋利目光 双白两鬓和淡淡穿刺纹 构成了侯大利独有的特征 辨识度极高 约四十分钟 侯大利接到湖州警方电话 在大茶树农庄 发现了关江州的窝点 越野车一直在八月山穿行 此时已经距离大茶树农庄 很近 五六分钟后 两辆车来到大茶树农庄 一名湖州警察 等在门口 一个人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叫了120 我们只是查看了房间 没有触碰任何东西 客厅 关白斌躺在地上 头上流出的血染红了底面 地面上有爬行留下的血色痕迹 在关白斌的手前不远处 丢着一部手机 这就是突破关江州 心理防线的绝好机会 演一场戏 打心理战 让关江州 放弃离抗 在车上 关江州头晕目眩 被自己的呕吐物 熏得又吐了两次 吐得越多 头套里面越酸臭 警官 大哥 给我换一个头套 换一个头套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反勇怕呕吐物堵住关江州口鼻 便拿三斤纸堵住鼻子 用一块脏毛巾 擦去关江州脸上 和胸前的呕吐物 再给其换上了另一个头套 江克阳走过来 将反勇和秦东江拉到一边 交代了侯大力的心理判方案 两三分钟后 反勇和秦东江分别进屋 查看了关百斌所在的客厅 最后在关江州面前聊天 关百斌的后脑被砸了个大口子 肯定是关江州干的 关江州 你手挺黑啊 拿自己的堂书 换上新头套 关江州感觉舒服多了 他习惯性的反驳 我没有打 谁说是我打的 你想否认 没用啊 院子里还有一个摔坏的杯子 杯子上有血 杯子是胸血 表面光滑 肯定能验出指纹来 关江州看过不少犯罪小说 原本有清楚指纹的意识 打倒唐书 想走车钥匙 他走得十分匆忙 更没有想到会落入警方的埋伏 所以没有擦掉指纹 他听到此处暗叫糟糕 牙齿开始颤抖 这肚子都饿了 也不知道 宾馆馆的车什么时候到 关江州原本以为 自己就是打伤了唐书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他受伤严重啊 你小子手黑 自己叔叔也下死手 也不怕坏事做多了重鬼 关江州带着背铐和小铐 头上有一个黑色头套 困于车上无法行动 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迅速下降 警官 能不能拉开头套 让我去看一看叔叔 现在怕了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过了近一小时 公路边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在救护车后面 跟着一辆殡仪馆的车 几分钟后 秦东江走回车上 医生检查了 确实死小小了 车还用检查 早就没有呼吸了 你还想着关百宾 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吧 秦东江拉开关江州的飞头套 头套被拉开后 关江州隔了十几秒 才适应了外面的光线 透过车窗 他看到两个粗壮的汉子 将一个担架弄进车里 担架上蒙着白布 白布隆起 又一条人命 给关江州带上头套 走吧 小车一路颠过 最后渐渐平稳 进入了城区 车外传来了市警声 关江州乱成一团的脑袋 这才渐渐清醒过来 就算被警察抓住 你只能承认戏毒 其他的不管 我见过地道呀 这是父亲曾经对自己的交代 当时关江州还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 进自己家的地道 拿自己家保险柜里的钱 有问题吗 记住 你只能承认戏毒 和进地道拿钱 其他坚决不承认 只要承认 就要吃枪水 神险也救不了你 关江州认同父亲的想法 打定主意 就算被警察载住 也必须坚决否认 如今自己打死了唐叔关百宾 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想到死 他心如死灰 小车开进湖州禁毒支队 袁浩和侯大力借用了支队办公室 官局跟我交代了 第一次审讯放在湖州 由侯组长驻导 我配合 尽管局长关鹏没有讲明原因 袁浩作为老侦察员 坚决执行 半小时后 把相关的录像资料剪接好 开始审讯 半小时后 侯大力和吴雪走进询问室 吴雪把第一次询问的所有程序 走完之后 侯大力开口 关江州啊 你是何苦啊 这事情都发生了 抵赖没用 来 讲一讲 讲一讲你今天在大茶树农庄 发生的事 官江州 脸色苍白 低垂着头 汗水从鼻尖 额头 脸颊 流下 滴落在地 他还在做最后抵抗 咬紧牙关 不说话 你是官家的男人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敢当 把头摆起来 看视频 视频的第一幅画面 是官百宾躺在客厅地上 后脑流出的鲜血 在瓷砖上红的刺目 关江州 你看到地上那个手机了吗 经我们检查 官百宾受伤后 爬进客厅 想打电话 刚按了一个一 便没有了力气 关江州 你认为 官百宾是想打110还是120 还是想给家人打最后的电话呀 真可怜呀 最后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出去 随后 视频里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 两个医生急匆匆进来 略做检查后 站起身 相对摇头 再后来 视频里出现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给官百宾的尸体 盖上了白布 视频还没有结束 官江州痛哭流涕 我不想砸死唐叔 我真不想砸死唐叔 我真不想砸死他 在监控室里 江克阳 樊勇等人兴奋的互相击掌 官江州承认杀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还有徐静案需要功课 还要查清楚杨勇竹和萧萧在此案中如何兴奋作拉 信问是 侯大力额头上的穿字纹 稍稍舒展 继续提问 你为什么要和官百宾坐到胡州八月山的大茶树农庄啊 我 我吸毒 官百宾陪我戒毒 大茶树农庄是我家的产业 没外人来 官江州以前从内心深处觉得做警察的侯大力是个神经病 现在挨了铁拳之后才发现是自己很蠢 到戒毒所戒毒 或者请医生在家里戒毒 比在大茶树农庄效果好 人也没那么痛苦 官百宾都这样了 你还继续狡辩有什么意义啊 啊 不要劝了 王老师试说吧 侯大力就如拿了一把剪刀 轻轻剪碎 官江州无力的挣扎 我想在大茶树农庄解毒 然后偷偷出国 为什么不在国内解毒然后出国啊 国外 解毒水平高 那你说一说8月24号的事 知道官百宾被自己砸死以后 官江州的抵抗意志已经非常薄弱了 不乱抵抗一阵后便竖起白旗 徐京 是我杀的 这句话如一把龙拳宝剑始终悬在官江州的心脏上 如今说出这句话 心脏上的威胁随之解除 整个人顿时放松 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 2020年全新悬疑剧作 有声剧 侯大力行真笔记 作者 小乔老树 制作 蓝星格 主播 强仔 由独克行猫军 官方出品 祝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